大家好,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要求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的起源,并在三个月内向他提交报告 大家知道美国之前的国务院,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曾经调查过新冠病毒的起源 而且向外公开过一份报告 这个是在1月15号的时候,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所作所为的事实核查,事实核查说美国尚无法知道病毒的起源 该病毒可能是人类与受感染动物接触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来自于实验室发生事故带来的结果 报告认为,第一,要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内部人感染事件 因为他们在2019年秋季发病,这是首次确诊新冠病毒病例之前 症状与COVID-19新冠和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 请注意,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最后一份报告已经告诉外界 武汉病毒所在2019年秋季已经有人发病 但当时没有引起四个月以后,华尔街日报所发的文章和舆论的反响 现在西方,也就是美国对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在11月份就有三名研究人员去医院就诊这个事 现在已经开始发酵 而在去年,在今年的1月份,实际上这报告就提出来了 但是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这是大家要关注的一点 1月份,1月15号的报告就有了 美国社会,包括华尔街日报都已经提到了 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事情当回事 但是现在为什么西方开始炒作这个事 大家要想一想 其实这个事1月份就已经爆出来了 但是当时没有反响 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于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上述报告的严肃性的美国前国安副顾问博明 在2021年的2月23号对媒体是这样评价的 他说国务院的那份事实核查是一份非常精心制定的声明 之所以精心制定的是为了避免过分夸大声明中所提出的理由 这份文件发表之前被国务院的每个部门都看过一遍 也经过国家安全人员、情报人员、卫生和人类服务 服务人员仔细检查 因此声明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草 声明中列出的不是一系列草率的指控 他这份声明在国务院蓬佩奥 他所公布的1月份那份报告 里边是有事实依据的 并不是草率的一份报告 就已经说明了美国国务院这份报告已经是非常精准的了 现有的美国在国外在国内的情报机构掌握的所有的情报一个汇总 而且是什么是精心打造的 背后事实都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并不是什么凭空捏造出来的 记住啊 这个是博明说的 美国国务院当时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那份报告 是非常精准的 也是非常我觉得可信的一份报告 那除了武汉病毒所 2019年秋季有人非正常生病以外 博明还强调 该报告的另外两个重点那种 第二个是 要调查武汉病毒所的研究 从至少2016年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 进行了涉及病毒功能增加性实验 即这个RATG13实验 而且在COVID-19爆发之前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是博明说的 蓬佩奥也就是美国国务院主导那份报告里面 提到的第二个可疑点 RATG13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2020年1月 确定为最接近SARSCOV-2蝙蝠矿转病毒 它接近率相当于96.2% 在2003年SARS爆发以后 武汉病毒研究所成为国际上冠状病毒研究的重点 此后一直在研究包括小鼠、蝙蝠、穿山甲在内的动物 第三个报告里面 就是美国蓬佩奥主导那份报告里面提到的疑点 第三个要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秘密军事活动 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从表现上看类似于平民机构 但美国已经确定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 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合作 自2017年以来 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代表中国军方进行秘密研究 包括实验室进行动物实验 这个报告实际在1月25号已经向全世界公开了 记住美国国务院你到那个之前 1月份那个美国国务院你还可以查到这份报告 三个疑点 这三个疑点就是现在美国媒体炒作中国 对吧 这个新冠溯源的问题里边 这三个疑点实际上1月份就爆出来了 而且是美国国务院通过他的情报机构 通过他在中国在中国周边 还有在盟国所有的眼线 所有的情报机构 获得大量资料编写的报告 是一个非常可信的报告 1月份就已经出来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他1月份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拜登要求三个月内再重新做一份 那也在2月23号这天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 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文章 说要是中国应该为武汉病毒研究所 他的所作为负责 就是把这个锅甩到中国头上 你看这个时间点 蓬佩奥在2月份开始甩锅中国 新冠溯源这个问题开始进行什么 开始进行争夺 那拜登四个多月来啊 一直是非常低调的 记住啊 蓬佩奥是上一届的美国国务卿 他一直在新冠溯源上对中国进攻击 而拜登是很低调的 一直低调处理啊 新冠溯源这个议题 那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的国务院武器管制局 在国务卿蓬佩奥指示下开展新冠病毒起源调查 追究病毒是否从武汉实验室外泄 调查行动在拜登政府上台后 喊停了 就拜登不允许什么 不允许美国的这个国务院武器管制局 调查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拜登一直是限制的 一直是制止美国国务院的行为 那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呢 今年2月及3月听取了调查小组初步结论 简报之后决定停止调查行动 2月和3月就开始停止调查武汉 这个病毒研究所这个问题了 负责国务院新冠病毒调查的埃希尔 他发表声明 埃希尔是谁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 埃希尔曾参与追查巴基斯坦核弹之父 卡蒂尔汉资金流向 还有朝鲜核武计划 还有基地组织高层领袖的调查 所以他是美国情报界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主人家 后来他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埃希尔发表声明说 如同国务院今年1月15号发表的声明所言 加上后续数据曝光 以及过去几个月专家分析调查发现 确实有重大嫌疑和相当的理由 不明白为何拜登政府对于公平且准确的病毒起源调查产生怀疑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重量级科学家纷纷要求对病毒起源展开调查 埃希尔能认为 其实很多的情报 很多的资料 显示什么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有嫌疑的 而拜登却叫停了对他的调查 就是你虽然拜登可以不认为 新冠溯源这个问题甩锅给中国 与中国摩擦不对 但是你可以私底下偷偷你自己去调查 自己可以进行用国务院的对吧 刚才讲的武器控制局 你可以去私底下调查 但是拜登停了 这个让美国国内很多政治人物 很多情报界人物感觉到诧异 拜登对中国有点过于 过于什么过于友好了 你表面上友好大家可以理解 私底下你可以去调查 但是他连私底下调查都不调查 那大家看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完这些消息 咱们也不知道病毒是哪来的 咱们都是好奇 因为本身谁都没有证据 咱们只是观察这个世界 但是我每天观察 观察很多有趣的东西 你看我第一个观察 拜登上任之前 1月25号时机已经有这个报告了 是谁做的 是国务院 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 他已经有了报告 而且展开了调查 而美国拜登上任以后 在2月到3月之间 叫停了这个报告 叫停了这个调查 不允许再调查了 直接把调查委员会取消了 但是现在又要求 昨天说的 又要求3个月之内 美国情报机构 向他提交一份报告 3个月就开始调查了 这个时间大家很觉得 为什么前后反差这么大 这是第一个我的观察 第二个 我观察到时间很有趣 3个月 下个月16号拜登要见谁 要见普京 要见俄罗斯东的普京 那么3个月以后 会不会见中国的领导人 或者在3个月之内 会不会与中国领导人见面 那与中国领导人见面这3个月 我调查你武汉实验室病毒所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美国和中国的谈判 会不会成为一个 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为什么3个月 3个月以后发生什么 现在是5月份 那就是到8月份 8月份以后是什么 正正好好 东京奥业会结束 东京奥业会现在办不办都不一定 但东京奥会只要结束了 你包括日本也好 包括美国盟友也好 会不会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这份报告开始对中国进行攻击 所有中国人要准备 3个月以后 8月份 就8月底 可能马上也要到北京冬奥会了 正好3个月结束 北京冬奥会嘛 9月10月11月 是不是到2月份 很快冬奥会就开始了 所以会不会东京奥业会一结束 8月份 8月底 马上美国就开始准备利用这份报告 对中国进行攻击 要抵制中国的冬奥会 完全在全世界孤立中国 所有中国人自己想 这份报告很关键的 而且是由谁呀 是由美国白宫自己直接控制 直接控制 不是由国务院控制了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美国白宫 安全委员会直接来控制 由拜登直接来控制 大家想啊 这一个领导人什么时候 要手里攥着最关键的东西 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攥在自己手里 那现在来看 这份报告对拜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新冠溯源这个事儿 很可能是未来中美博弈的一个巨大的焦点 而拜登想利用新冠溯源这个事儿 在与中国的谈判上面占一些便宜 这就看中国未来怎么反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